国道1号北上65公里处 在昨天晚间7点多钟 发生了严重的车祸 有一台黑色轿车 疑似为了下交流道切换车道 没有想到和计程车发生了碰撞 计程车整个被轿车压在了车下 两辆车总共有五个人受伤 其中计程车司机的99岁老母亲 当场没了呼吸心跳 送医抢救之后还是宣告不知 一人名道的哥哥惊传一家三口城市 在台北内湖山区的树林当中 警方是在昨天下午1点40分接获报案 在现场有两大一小明显死亡 明道的哥哥疑似轻生 妻子跟孩子的脖子上则是有勒痕 在一旁还有一瓶的药罐 死因目前还在厘清 不过事情爆发之后 明道跟父亲都赶到了警察局了解状况 父亲说知道大儿子有欠债 但不知道欠了多少 一人明道其实是演艺圈当中著名的孝子 年收入上亿的他曾经被人拍到 他陪着母亲到传统市场去卖地瓜 但是他的哥哥因为欠下了大笔的债务 债主当年还曾经追到电视台 充当粉丝当面向他讨债 明道因为从小跟哥哥感情很好 就帮忙还了数百万的债务 没有想到哥哥一家还是发生了惨剧 明道的经纪公司发出声明表示 明道非常的震惊 和难过 在新北市有一名林姓男子到了板桥 一间超商买东西的时候 他觉得这个电源回话的时候不礼貌 竟然是动手推了电源一把 甚至还砸毁了货物 最近状况黄玉涵告诉大家 2020开始的最新问候宇 恐怕是你被查谁表了吗 因为现在又有一位台北的刘小姐控诉 她说自己只是分享有关蔡总统论文 是真是假 还有网路上骂1450的贴文 就被警政署给盯上了 离谱的是 这张依照违反社委法寄出的传票 自己收到的日期是1月3号 不过上面的应讯日期却是1月2号 早就已经过期了 恐怖中 蔡政府是不是变相戒严 民众心中有感 接着陈一璇问文轩 N3G小组台北报道 反渗透法强行过关 这两岸交流最前线的金门 现在面临到了大冲击 因为国民党的金门县党部 还有立委陈玉珍发起的 反反渗透法五乡镇街头连书活动 从京城镇的东门菜市场起跑 民众扶老西又热烈的回应 传达政府强烈反对 传达他们强烈反对 蔡政府一一孤行 扼杀民生 还有破坏两岸和平的行程 还要带您看到 历史九年的苏花改 终于要在今天下午的四点钟 全线通吃了 交通部长林佳龙在昨天 检视了全台的最美客运 往返台北花莲的北花线 回油耗整备的状况 随后在脸书po文表示 这个北花线也蓄势待发 不过客运业者说 目前北花线只有首航日是客满的 其余时间只有售票两成左右 业者说这个订车率不高 是在预料之中 即便是火车 平常日也是不可能斑斑客满 还要带您看到 是在台中有一名男子 清晨五点钟驾车回家的时候 疑似精神不济 行经坛子一触道路的时候 不慎失控连撞停放路边的 三辆休旅车还有一台的机车 还好这个车祸只有造成 开车的男子受到了轻伤 没有更严重的伤亡 最新状况连线记者严静五 好 还要带您看到这名富人 真的是做了最糟糕的身教 这是在台北市 有一间百货公司的同一专柜 这路到原名打扮还蛮滑贵的富人 竟然是当着小孩子的面 拿着小孩当掩护 直接偷走专柜所贩售的同一 最新状况连线记者严静五 所以医师特别表示 这个心脏衰竭的病患 除了每天必须要量血压心跳之外 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体重变化 同时要限制的是水分摄取 饮食必须要少盐清淡 也要运动来增强心肺功能的强度 但不能够太为剧烈 最好跟医师讨论适当的运动 如果是太喘 还有胸闷 倒汗 恶心 汗头晕的时候 就必须要立刻停止 来看到帮助学生圆梦 食品大厂已经连续两年 举办了校计的烘焙大赛 在今年祭出的是20万元的处值奖金 吸引了50所的学校来报名 这个获奖的作品 未来还有机会上架超商 希望能够帮助到台湾的烘焙人才 一元梦想 各位观众朋友早安 带您关心今天的气象姿势 现在看一下台北这边的即时影像 这101看起来灰蒙蒙的 几乎都快要看不清楚了 虽然今天全台湾各地 是多云道行的好天气 但是有局部地区这空气品质 还是得注意一下 今天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 星期一很快的到礼拜六 就是投票日了 不过这个星期的天气变化 要特别注意的是 周三 周四这两天会是低温 到了礼拜五 礼拜六天气回稳之后 礼拜天又会转为湿冷的天气状况了 那么今天其实也是24节气里面的小寒 那么小寒这一天 大家属于就会讲说小寒 大寒冷成冰团 其实一般来说小寒的这一天 照理想是一年当中天气最冷的一天 不过在台湾这边 大家还是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因为今年毕竟是暖冬 不过现在来说 大家会建议说在这个时节 要做一些温补 会是比较对身体健康有益的 那么现在时定的一些食材 在这边也要提供给您参考 像是东半部地区 出产的金针还有洛神花 在这个时节都可以来品尝看看 另外在苏澳这边 也开始可以补到鳍鱼了 这也是去渔港走走的好时机了 大家可以看到卫星云图的部分 带你来关心到的是今天来说 整个上面虽然有一些云层通过 但是这个基本上是不太会下雨的 基本上是比较稀薄 而且比较高空的云层 对台湾的天气影响来说 不会太大 现在整体来说 这东北风已经转为偏东风 所以带来的是比较暖的空气 阴风面地区顶多是东半部地区 偶尔会飘起一些小雨 整体来说天气影响并不大 但是西半部地区 就要稍微注意空气品质的状况了 就来看到空气品质的状况了 在今天一早开始 一直都是南投出现了红色警示 除了现况来说 这个侦测到的是 南投这边的红色警示之外 今天在中部地区 傍晚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 因为以预测来说 中部地区也是红色警示 尤其是在傍晚这个时间点 所以中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傍晚时间 不管是下班准备回家 还是准备外出 记得戴个口罩 对身体会好一些 那么接下来的天气变化 又会是如何 首先带你关心到的是今天 北部地区高温还有机会来到25度 越往南走 天气会是越晴朗的 甚至到南部还有机会出现 27 28度的高温 整体来说天气晴朗稳定 那么东半部地区稍微 云层浪多一点点 银风面刚刚提到的 会有一些下雨的状况 可以看到这边水气的分布来说 这边的定量降水 有机会是在东部地区 会稍微有一些降雨的状况 但整体来说 今天 明天天气状况 都是晴朗稳定的 不过周三开始就要变天了 要特别注意的是 可以看到从这个的定量降水当中 这个东北角这一带 还有整个东半部地区 降雨情况是相对明显了许多 而且温度部分降了很多 像是北部地区有机会出现 13 14度 尤其是在台北侧站 如果测得了14度 它就变成是一个大陆冷气团 这个部分还要再来持续的观察 不过对于中南部的影响就不大了 主要还是北部地区 东半部地区的降温 以及降雨的状况 到了周五 周六 尤其是周六投票日 适不适合出门 非常适合 因为整个天气回稳 东北季风 或是大陆冷气团减弱之后 天气回稳 雨区的分布也减少了 但是到了礼拜天又要变天了 礼拜天的天气状况 可以看到几乎是全台有雨 尤其是东半部地区 还有中部山区的部分 雨势都会增长 那么各地 除了北部 东部 阴雨绵绵之外 中南部云层量也满多的 气温还会再稍微再降一些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气象资讯 提供给您 把时间还给郁杰 好 慧容告诉大家 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都还不错 不过在中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要多加留意这个空气品质的状况 因为空品是不太好的 其他的新闻焦点 我们还要带您关心的是 歌手蔡英玲的巡回演唱会 在昨天晚间的最终场 紧到的是五月天担任嘉宾 不过蔡英玲这个衣服 似乎是太辣了 让阿信害羞到整晚都词穷 五名的黑鹰生还者 现在恢复状况都蛮良好的 其中伤势比较严重 住进嘉乎病房的后次是 中将次长黄又明 还有军文社的新闻官陈运竹 目前两个人病齐稳定 所以院方预定 两人在今天就能够 转出嘉乎病房 转到普通病房去 让家人可以陪伴他们 协助稳定情绪 而另外三名的伤者 都已经可以下床活动 评估最快在周三的时候 就会出院 还要带您看到的是 黑鹰直升机失事之后 第四天还是有不少人 到了台北宾馆追思 战战局的副局长余清文 她的妻女也到场抱头痛哭 场面让人比酸 人战倒数最后五天 国民党掀了最后一张底牌 用证件换回知识栏归队 更希望能够借此 吸引中间选民的认同 而中广董事长赵绍康 也帮多位的候选人扫街辅选 更直言最后这个阶段 要整合知识栏 经济栏跟庶民栏 还有年轻选票 政治节目告诉你们 我们不要核电 然后保证不长电价 顺便保证不缺电 这三件事情根本 不可能同时发生的 但是有人居然讲得出来 还有人居然会相信 从书 七个邦交国 两岸关系这么紧张 先南向其实也没有什么成果 我们工商企业界最关心的是 经济的问题 中华民国是经贸力国 对外贸易更是我们的生命一线 港匆业界 日本欧林的总统 能让台湾的经济永续发展 重新融入国际经贸的体系 我希望你能为台湾这一块土地 来做一个无我无私无力的领导人 要不要投韩国语 我觉得这是一个 对中华民国 对台湾 其实命运交关的时刻 如果你对台湾的现状 心中有不应该这样 也不可以这样的觉醒跟愤怒的话 这一次你一定要出来投票 把票集中起来投给韩国瑜 美台阿嬷对你有信心 加油 韩国瑜 加油 加油 总统蔡英文在台南举办了大造势 这有民众开直播 遇到了游览车司机聊开了 司机痛骂蔡英文这一里一休的政策 让她荷包大缩水 买游览车背了三年的负债 到现在都还没有还完 讲到火冒三丈 总统蔡英文5号下午到台南造势 又问民众在现场发现 说着说着 开游览车的司机大哥 突然一股火 怒标蔡政府 你说买游览车吗 说那有诺音 那是差点 差点什么 差点陆客的观光客 你说台湾人要出去玩吗 紧接再批蔡政府实在很鸡饶 一里一休让他们的荷包大缩水 旁边的其他几位司机大哥也加入抱怨大会 真真实实的基层内心化 透过民众直播大声说 蔡政府执政这三年多 推出的政策成绩又没有及格 民众感受真实呈现 记得台南 综合不倒 选前超级星期日 在彰化县立委第三选区的国民党候选 谢一凤举办了造势活动 最后冲刺 他出生政治世家 妈妈郑汝芬是前任立委 而弟弟谢典玲还是现任的张化县议长 这回谢一凤代母出征 对上的是2016年击败郑汝芬的民进党 现任立委洪宗毅 他期盼能够为母亲复仇 张化县长王惠美台中市长卢秀燕 现身张化立委候选人谢一凤的造势大会 以行动表达力挺 宣前黄金周关键时刻 国民党立委泽民宗也为他来站台 正在谢一凤身旁 前立委郑汝芬也到场为女儿加油打气 因为这场仗由谢一凤代母出征 对上2016年以6000多票 险胜郑汝芬的民进党现任立委洪宗毅 谢一凤出身政治世家弟弟谢典玲 还是现任的张化县议长 这回为爸妈披上战袍 角逐立委希望能完美复仇 谢一凤不只对上现任立委洪宗毅 还有拖党参选的前北斗镇长杨立湘 选择超级星期天最后冲刺 张化县立委第三选区弥漫浓浓的烟销位 记者陈盛伟张化报道 决战2020新总统新国会 倒数五天 1月11日早上6点起 请锁定中天新闻 麦玉杰 庄雅提 周玉琪 许甫投票全记录 下午4点起 卢秀芳 王宥正 戴笠刚 开票全记录及选后分析 1月11日中天新闻2020 新总统新国会 投开票不必投道 回到现场来关心金球奖 在今天登场 各个女星还有男星都已经陆续抵达红毯了 马上是引发现场的尖叫声 透过这个画面 您可以看到 这是入围最佳电影女配角的 珍妮佛罗培兹 她是身穿着金色的礼服 前头还有个绿色的蝴蝶结 非常的耀眼 接下来呢 来了三位的大咖明星 分别是呢 入围最佳剧情影集女主角的 珍妮佛安妮斯顿 她穿着黑色的礼服 看起来非常的典雅高贵 而紧接着呢 跟在她后方的是 妮可基曼 穿着是红色的礼服 衬托出她白皙的皮肤 而最后呢 则是入围电影最佳 这个男配角的 布莱德·比特 她是穿着黑色的西装 戴着墨镜 看起来非常的帅气 好 连锁素食店龙头 麦当劳进驻澎湖18年 曾经创下单日营业额的 最高记录之后 如今啊 另外一家素食龙头 顶呱呱也插齐澎湖 这两大龙头的 里岛战役开打 当然对于在地的消费者来说 现在多了一个新选择 当然是乐观启程 选前黄金周呢 总统蔡英文直奔云林 帮立委苏志芬来站台 这个浮宣场合 碰上的是国民党立委候选张家俊 开着宣传车要来陈秦 要求下架抹黑甲布条 而且他还高分贝的向总统喊话 民进党也不甘示弱 开着宣传车屈前回呛 警方最后快速以人车隔开两个阵营 这个双方隔空交战 也让选情更嫌紧绷 回到现场来关心的是 美国总统川普 他下令击杀伊朗的军事将领 让波斯湾的局势迅速的升温 而现在美国媒体就质疑 这个川普在战争 还有和平的重大问题上 形势是否太过鲁莽了呢 来看华府特派张国华 帮领整理的世界大事 近年来这个邮轮旅游越来越夯 瞄转金斯塔顶端的消费者 当然这个业者也不断地 把服务推成初心 除了有全世界最长的滑水道之外 还把卡丁车的赛道都搬上了邮轮 在船上也能够享受飙车刺激快感